欢迎收看前线8月翻版 洪海第一季的营收超级厉害 1.4兆 而且还创下史上最强的 3月份的营收报告 而这个数字的背后 往后呢 洪海的业绩表现又如何 显然大盘行情非常的不稳 所以我想问 如果行情没有走稳的 此刻跟未来 我们的操作应对呢 还有您的股票是安全 还是应该危险该避开的呢 有必要投 马上为您监视清楚了 说到了标的 这更关键了 战争到现在还在开大 所以战争社会股 多盯着看 量 如果报大量 那好坏可是差很大的 另外一大类 IC设计 强弱关键就不复杂了 单看生命线季线 这条线怎么弯 这样弯 这样弯 一样 多空也是差很大的 另外这个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恶物开打之后 美欧国家不断的说 想要阻止俄罗斯的油 拉天然气出口 请问 为什么到现在 还不限制俄罗斯 它的油 外卖呢 理由简单 因为呢 有一份国际媒体写着 如果少掉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小心 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到 recession的衰退 而且即将会发生 因为商品的雷曼时刻 也即将会到来 好恐怖 前线第二个独家 听仔细了 这更要说明白 今天呢 是四月份 当然啦 四月份就是第二季了 回头看看 第一季哦 八大台股爆红股 帮您抓出来了 第一季很爆红的 那么第二季 还有机会往上 还是说机会不在的呢 压轴帮您检查清楚 介绍来宾 手房姐你好 瑞涵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急诊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瑞涵 瑞涵好 大家晚安 汉韦 瑞涵好 大家好 续跌 台股呢 今天继续跌 重错了103点 而且呢 你看人气都不见了 大跌之下 难怪上面这一条 包括了季线 半年线 老是没有办法站稳 甚至无法攻克上 更糟糕的是 下跌加速 还比较多了一点点 不用怀疑 像这种权重股拉高价股 根本大家不敢买股票 人气退潮 贵的呢 全部都不敢动 更麻烦的是在美元 美元指数呢 又在创高了 走升的美元指数 已经见到了99 会不会很快 升到了100大关呢 如果近两年高的美元 继续创新高 台币就会继续扁新低 今天台币呢 赫然见到28.8 这个是超过 一年四个月来的 扁值新低哦 所以外资 当然就继续大卖了 外资今天卖很大 这么一卖 但说也奇怪 期货空单没有增加耶 现在的空单还在做减少 所以呢 一多一空 只证明 行情现在非常的不稳 在夜盘呢 现在达到了最低点 这个行情会继续再往下测嘛 待会运恒说清楚了 得多涨少 港股重挫 只因为今天公布了三月份 制造业拆购金指数PMI 没想到掉到50以下 而且呢 是42 创两年来的最低 50以下是微缩衰退的咯 香港的经济真的越来越不好 另外一个是我们台湾 我们的疫情还在严重当中 今天呢 本土增加了281例 再创下今年来的最高 就是因为疫情太过严重 所以越来越多家的公司 分流上班 小南太古建议的大跌 来自于三大利空 曙芳姐来请上来 第一个 本土疫情的恶化 所以科技业启动了分流上班 太多家了 我只好让您看过一遍 从台积电连电到人宝 第二页 英业达台湾大中华店 到华南金控 您自己掌握就好了 这是讯息告知 让您知道 现在7月分流上班 我在乎的是这两大利空 第二个 听说美国要改革海运 为什么改革 参院已经通过法案了 对海运业是一大的利空 你看都在跌 第二个 五大非苹果的PC品牌 这些的阵营也大砍单了 比电相关股也跟着往下掉 所以美股怎么办台股下一步 两个利空先麻烦姐回答 第一个改革海运 为什么要改革海运 因为目前很多的企业 它的货运的价格 就整个海上走的货运价格 已经占它的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你碰到 整个低毛利的一些的公司 它变成什么 完全不赚钱了 撑不住 因为海运在价格飙涨的时候 像货柜有可能是 一日三价谁撑得住啊 对 那你大家也知道 整个一个价格 售价 产品的售价 上去了 很简单 下不来 下不来 对 所以美国改革海运 强化FMC调查权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现在所有的东西 我都可以净负FMC 去调查 你有没有故意 囤积在港口 不让我们美国的货物 去做出口 所谓的FMC呢 就是联邦海事委员会 负责调查这个海运 这些的价格 是不是有 垄断或掌控之嫌 对 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在这边塞在港口里面 因为在之前塞在港口 是因为疫情嘛 能力的不足 可是现在全世界都跟疫情共存啊 你能力难道还是不足吗 为什么你还是塞在港口这么多呢 所以你有没有故意的 然后第二个 你的运价这么的高 有没有联合垄断炒作 所以这个部分 你的一个不合理的 一个增加的成本 以及不合理的积压在港口 你是不是就会减少 我们美国货物 从这个港口出口的机会了 当然啊 那另外一部分 我刚刚就讲说 未来全世界只会想一个问题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 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吗 不是 它是造成原物料的价格一直在高档 它会造成消费力的一个减少 那一样 你的运价我如果把你打下去了呢 那是不是货品的价格就可以减少了 至少我在货运部分的成本可以降低一些 我的售价就有办法稍微呢 不要涨那么多 然后顺利转价 对 也就是这个过程之中 我就把运价压下去 消费者的成本就会下降 那这样的话货也就能够倡其流 那我做个举例 大家知道运价现在涨多少吗 多少 大家如果看过去的货柜的EPS 没有这种货EPS的原因 是因为它两年来的运价涨了4倍 吓死了 4倍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在最近里面 因为这个消息出来 本来长龙跟阳明有高值率率的概念 但是呢 股价都没有动 的原因就是这些的利空 你来看整个一个长龙呢 它未来就靠什么了 股权争霸 靠减资来维系它的获利 所以这档个股 你可以发现这边有一条红色的线 这个称之为年线 年线没有跌破之前 你不用过度的紧张 那它如果减资的话 它会比其他两家公司 明年获利就还能够撑得住 OK 因为减资股本变小了嘛 获利还有的话 除下来EPS会跳高 注意E30 来杨明 我们来看杨明 你看他是不是在做一个三角形的收链 是的 那很简单 量往哪里 它的股价就会往哪里 所以盯着大概是127 看如果出量往这边 它就是转强了 好 第二个利空是笔电 笔电我们在上个礼拜谈 其实未来不是只有笔电 任何的消费性的产品 都会发觉到忽多忽空 然后在这种过程 因为整个PCMV这些都是PCMV嘛 对不对 那因为PCMV在过去两年的COVID-19的过程 大家都买了 该分流都分流了 对不对 那我问大家 我之前就被分流过 我就买了一台电脑 我两年就需要换一个吗 没有 我告诉你笔电很难坏的好不好 用了三四年 有的都不会坏 好 那重点就来了 那现在呢 只有台湾还在搞这一些 那其他的世界是不是就是与疫情共存 是的 那你没有办法像过去这两年 刚开始COVID-19的时候 卖得这么好 你的库存是不是就增加了很多 当然 那我说 所有的消费性产品 大家都记住我现在说的 都只有两个礼拜的订单 以前都是下两个月嘛 我现在都下两个礼拜 那就是什么呢 我按照我的库存来去做变化 我现在如果库存够 我就不愿意多下订单 我怎么知道你的油价下个礼拜会不会破100 还是破120 因为我仓库里面还有100台的笔电 得把这个库存的笔电把它卖掉 我才下订单 对 那恶性的通膨 是不是已经使得消费率减少了 我薪水涨的都比物价来的少 谁敢买东西啊 所以原物料的价格又在高档 毛利是不是又下降 所以呢 他用短单取代长单 你一用短单取代长单 那整个Saleside报告 外资的券商卖方报告 一定就说你没单了 你被砍单 难怪新闻写着您看仔细咯 苹果以外的笔电 这些的大品牌 砍单 戴尔惠普联想华硕跟宏基 所以呢 因为库存现在的笔电还堆积在那儿 给把它库存量把它卖掉了 才会再下单 华硕宏基广达来K检查 我们来看 问题是你现在想的这么大的利空 它有大跌吗 没有耶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华硕本来今年就是高值率概念个股 我们上次就有谈到 它就是一个箱看长一点点 你来看它就是这个箱嘛 上升轨道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一条线 这条上升轨道 现在没有跌破之前 那你不用过度紧张 因为它是高值率率 第一本一笔的代表 注意半年线363那条线 红基 好我们来看2353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你讲了一堆的利空 没有大跌吗 也没有大跌嘛 所以一样按照这一条线 这条上升趋势线没有跌破之前 你都不要过度的紧张 因为呢 现在它说它不好 搞不好两个礼拜会有单 又说它好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习惯它 那条线注意二八块了 广达 广达也是高值率概念个股 但是这一档个股 跟刚刚谈到的长期第一档个股 就不大一样 你有没有发觉到 它就有一点点 开始什么 做头 做头的现象出现了 对不对 那年线 它今天是跌破的 所以这档个股 我会建议再跌一点 接近这一个景线的位置的时候 就是80到85之间 比较才适合高值率率的投资 幸好鼠方姐 帮我们把这个两大利空的新闻解读了 不然就觉得好恐怖 讲了之后未必了 因此来看一下 因为台股今年跌 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放四天假吗 中间过程当中 美股一度大涨 但是我们还没来到礼拜三 没想到人家前一天大跌了 我们美股一大跌 台股就跟着跌了 所以帮我检查肺半跟大盘 来 肺半其实它的拉回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我们先来看肺半的一个图形 你来看肺半它是不是现在压在这一条 我们看它的一个季线 黄色季线 它的季线是不是向下的 是的 所以它冲过了季线 本来就会回撤 那它现在跌了 跌破了这条绿色线 这条是月均线 可是月均线是向下的吗 上 它是向上的 所以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区间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月线下不杀低 季线上不可以追高的区间相形里面 太好了 所以麻烦请往左边看 月线是上扬的 然后季线部分是下弯的 因此3480的季线下 月线上是3350 就这个相形区间 对 没错 厨房姐讲得好 接着大盘日K 大盘我们刚有看过 那个费城半导体的一个图形 我们的大盘其实跟费城半导体 整整落后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什么 我们今天的月线才要慢慢开始什么 走平向上 对 他们是早就走平向上 冲上季线 所以我未来里面来讲 大家记住 这一条月均线的附近之下 一样不杀低 因为它已经向上了 然后往什么 季线去做靠近 然后季线上呢 找卖点 月线下 找买点 OK 那也是先这样子区间相形 然后再这样子下策 我们是走它下一段的图形 那我懂了 多运用17500之上 17500附近是个买点 18000之上是个卖点 没错 这个相形 但我要台股插播问个台币 台币今天贬了 见到28.8 超过一年四个月来的贬值新低 贬好大 如果贬值的力道继续的话 外资就继续卖咯 应该是说不会做多啦 不会做多 因为它期货市场上的控单没有增加 那我们先跟大家讲 因为这一次整个新台币正式的扁破 28.67了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你 它本来就会往这个数字扁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看长一点点 它就是这个扁破了 它会往这个区间去走 那就是28.929了 对 就是28.8到29 它会往这个区间走 所以往这个区间走 0050的成分个股 跟你的基本面没关系 就是外资就是会卖 所以台币继续扁 权重股大型股先避开 应该是说除非你要投资啦 OK OK 不然你做短线的人士 应该是买中小型的个股 因为台币扁 外资就会卖 卖的答案就是大型权重股了 如果你是长线存股另当别论了 不过讲到了大股 我就想到317鸿海 鸿海今天数字真不错 第一季的营收冲上了1.4兆 史上最强的三月份 数字的背后您解读 对 其实鸿海在这一次里面 我个人认为 它在屏盖个股里面走势算稳的 主要的原因是 这一次里面 苹果虽然砍单 但是它并不是砍高阶的 iPhone 13的单完全没有砍 然后现在已经是 慢慢的要第二季了 第二季鸿海要做什么事情 要为iPhone 14做准备 它的产品是不是逐渐的多元化 还有包括了电动车 要开卖来动动巴士 所以我觉得鸿海 在这一档个股上面 100块钱到120块钱 还是值得留意的 好久没聊鸿海概念过了 鸿海家族是越来越有力 再来看一下鸿海 广宇跟金鼎三档 我们就这三档 鸿海它自己就是一个本身的母体 旗舰母鸡 所以我们之前讲是不是就100 100附近是一个投资价值 120附近 一样它还是会有压力 好 100是投资价值的价格 120再注意一下 但是先看100到107之间广宇呢 好我们来看232 它是不是就有出量 是耶 但它这种出量方式很糟糕 就表示市场上面还在强短广宇 你看它的前天 前天是不是爆一根大量 这两天跌破 就是说代表这一档个股不适合追高 它再过一天 就是四天之前 这一根红棒是买的 所以只要这一根红棒的低点 我们来移动到三天前 三个天前 这个低点 你来给大家看一下 37.85 只要这个不破 大家就可以留意 就还不至于转弱 还有一档标的是金鼎来 金鼎它就比较简单 你看长 它就是像NB概念个股一样 有没有 就是一个大区间箱形 所以箱形的下源占买方 箱形的上源占卖方 这就比较简单 这边是200 大概270 270卖200是买的 接下来第三章是我更在乎的 行情忽而大涨 时而大点 你说怎么办呢 盘就是不稳 请问盘不稳之下 我的操作该如何应对 什么的股票 吻合什么条件 请您要避开 因为它是危险股 哪些手上抱着才是安全的判断准则 第一个 请问你本益比低比较好 还是高比较好 当然低比较好 对 那如果你的本益比很高 你的技术面又弱势 你的筹码面又都在散户的手上 那当然就是应该避开了 懂了 本益比就是股价除以EBS 我分母呢 这个美股盈余赚很多 股价没涨到 本益比低 股价委屈了 叫做好 可是标很高 技术现金又转弱 但就差了 所以差的有哪些要避开 我们来看 C62志勤呢 在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投信本来蛮看好的 可是后来发觉 他今年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只能够赚两块多三块 本益比大约是在20倍到30倍 偏高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会不如预期 所以就被法人倒出来 筹码融资就增加 所以就破了大量区间 那请问这技术面有转弱 转弱了 那文帽的部分 他就是手机嘛 手机的概念个股 因为今年的手机概念个股 PA还有镜头 为什么这么弱 大家可能只会听到 因为手机被砍单 错了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苹果的A2 今年不会出来 所以影响到他 那他的股价只破底 只破底 那你不能够 你不是金山银山啊 所以这种弱势个股 要不等到他有个底型 静待足底 那玉泰因为他在相对的高位阶 相对的高位阶又跌破大量区间 那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要停利停损的一个准备 那安全的呢 那我们就举例 汽车的零组件 雨龙嘛 大家应该说雨龙是汽车零组件 他今年赚12块 那现在股价是110.5 那是不到10倍 那这种过程中 他就是在一个箱形 那现在偏向箱形的下缘 那你当然就可以占满 那第二个就是同心电 同心电就是车用的CMOS 它的一个扩产 它第一季不会太好 第二季开始扩产完成 那车用的本益比 是不是都在20倍 它是有14到15倍 它比较低 而且它已经守住大量区间 267块不跌破就续墙 那新复发 其实我不是要讲新复发 我是要讲高值率的概念个股 因为呢 今天他才公布他的配息 最新消息看一下了 新复发公布他配1.04元 配息呢 这个4.16块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习 除以他的股价 殖利率光看习 高达8%的股息殖利率 他好像也有配股票 对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他配息就4块以上 配股又1块以上 等于5块以上 现在的股价呢 50块不到 那是不是殖利率就很高 那未来他就会进入到什么 高股息的ETF 所以那就可以注意 法人的一个买盘 所以只要年限45.6不破 那我觉得呢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买点 就是45 46 大家可以留意这个区间 可以去做一些布局 那高值率的概念个股 你就是选今年也要不错的 明年也要不错的 因为新富方好像 今年预估了 也是赚5块以上 感谢您了 谢谢秦桧座 今天呢又大跌 让大家跌得心慌慌的 在自己股票自行检视 如果呢相较之下 本益比偏低 然后业绩未来性又有 技术面还是偏强的 上升轨道守住 那叫做安全咯 不过讲到这一个 我要继续追了 因为今天已经是4月份咯 进入4月份 当然就是第二季 虽然跌归跌了 但是还就有一群人 等待买 直优的下跌好股票 上上有证明说 说第二季呢 买股五大方向 依序是一二三四五 五类到底为什么呢 哈维 对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国际还是非常多的利空 本土的部分 也有所谓疫情的干扰 所以第二季 我觉得布局的重点 会在于说 确定性高的族群 有哪五大族群 我们待会跟大家一一的详述 预告的真好 五大族群原来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那就是未来 不用怀疑 确定性是高的 所以五大类各自确定未来 什么好呢 另外这个就不好了 今年全世界的经济 几乎可以打叉叉 所以这个叉有多大 因为世贸组织对外说 全球贸易成长率 直接腰斩了 4.7直接对砍 砍到了2.5% 所以今年全球的GDP 确定走下坡了 是不是这个数字 背后的严重性 齐展 是啊 世贸组织市井高大家 这个全球需求正在下滑 那专门在做外贸的台湾 是不是也会受这个影响 让经济往下跌 接下来我们告诉大家 如何看待 确实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达七成 来自于外贸所带来的贡献 现在如果全球的贸易总量 下跌 看你败了 你说又该怎么败 而股市是经济景气的 领先橱窗 难不成大盘 已经在做预告 我们的出口外贸不好 经济也不理想吗 KD 我本来想做出来的 该先愈合已经画出来了 KD死亡交叉 台股到底还要跌多久 如果还在做修正 麻烦您股票就各位要小心了 谢谢他教的技术面 关键K棒如果低不破的话 那么还有期待性 包括了金控化工股 但差的是这一大类了 关键K棒高楼市过不了 那就会继续这样 怎么还有金控 我懂了 原来金控有好有坏 这一题也是偏差的吗 是这样吗 没有错 我们可以透过关键K棒 来在各股期货里面 寻找强势股或是肉势股 等一下怎么看 跟大家解说 那大盘的部分 年限可千万不要再破了 如果再破的话 可能会引发一个多杀多的隐忧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解释 你看吧 千线万线 不如那条重要的年限 如果年限如果再破的话 您说又该怎么办呢 我倒有点担心了 因为跌的加速多 权重高价股也不涨了 台币今天又扁到了心底 台币这么一扁 外资卖压可是不愁软的 听看看月航解读 editor 来看看月航解语 brushes 键 使用 我们边编语 转发 其实帅